下半年的白萝卜饱满紧致 富含水分 脆口甜香 广东采中有更极致的例子 嘴嘴包 嘴嘴食物的新鲜生嫩 花椒炖鸡汤 汤色轻量而滋补 层层堆叠的容器 食材在相聚 人也在相聚 今年是难得的丰收之年 王禄梁的农庄收获了十万金米 但由于坚持用纯自然方式种植 王禄梁家水稻的亩产只有四百多斤 心血凝结成的冰谷糙米 鸭血糯米 红碎胚芽米 云谷白米 红云米和玉微米 颗粒饱满 汇成一道香甜的五彩饭 入秋天凉后最好吃的 就是在土壤中积蓄半年营养的根精类蔬菜 下半年的白萝卜 饱满紧致 富含水分 脆口甜香 苦心搜集的老种子种出来的胡萝卜 色彩清奇 本味醇厚 王禄梁准准备的这场秋日佳业 大多采用清炒做法 食材的纯粹原味 是最让王禄梁自信的财富 吃饭 咱们不要再吃饭 妈妈过来 我最快豆干 好的 一宝 好好吃饭 不能剩饭 知道吗 一年到头 这边请不许 好 咱 每年秋收后 王鲁梁都要精选出 这一年长势最好的蜘蛛 把优良的种子保存起来 一粒粒风营的种子之中 被赋予了希望 待到来年 这些种子 要去延续下一轮生命 实现又一个圆满 舌尖连着血脉 再遥远的距离 都可以用一念相连 食物给予人的慰藉 能够超越时空 每一次 张雀明总是要用山西火锅 招待远方的亲人 粉条 豆腐 排骨 白肉 层层堆叠的容器里 食材在相聚嘛 人也在相聚 食物和味道 总是和家乡 牢牢地捆绑在一起 中国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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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 如果这是一齣戏 只有大幕拉起 也就是享用的那一刻 食物才完美亮相 普鲁番 这个被天山山巒层层环抱的狭窄盆地 在古代因地势高长 人数昌盛而得名高昌 在今天 以其酷热的气候 甘甜的葡萄 闻名于世 米吉提家 世代居住在图鲁番市亚尔乡亚尔村 坎尔井一直是全村人 世世代代延续下来的唯一水源 刚打上来的坎尔井水冰凉清澈 将羊肉直接放入冷水窝中 一起加热 水开后放入胡萝卜 继续炖煮40分钟 米吉提的父亲阿布利米提 15岁时 村子经历过一次洪水 洪水冲毁了不少坎尔井 阿布利米提和村里的年轻人 一起疏通 修复了村庄附近的坎尔井 引来纯净的天山雪水 滋润着家园绿洲 用坎尔井水炖煮过的羊肉 原汁原味清香扑鼻 清凉甘甜的坎尔井水 不仅隔离了夏日的炎热 更是养育土鲁藩人 上千年的生命之泉 新疆的南疆和东疆盆地等 本是中国的高粱竹产区 但随着近年来 人们多选择种植葡萄等经济作物 高粱产量越来越少 阿里木四处打听 终于在爱丁虎乡阔西东村 找到了一位种高粱的朋友 他决定多收一些高粱 带回家去 阿里木今年三十四岁 出身贫寒 十五岁开始学出 经过十几年的打听 他终于拥有了自己的餐厅 日子也渐渐过得红火起来 新鲜的高粱碎 要放在房顶晾晒 两三天后取下 用棒子敲打 脱去外壳 阿里木把脱完外壳的高粱米 收集起来 到门外的坎儿井里 洗去尘土和杂质 洗干净的高粱 还需继续晾晒两天 待高粱米完全晒干后 才能抹制成粉 家里阿里木的母亲和他的爱人 正在制作高粱囊 阿里木的父亲在他四岁时就去世了 妈妈一个人拉扯大六个孩子 烤的就是用高粱面做出的各种食物 下午 阿里木结束了一天的忙碌 回到家里 亲手为妈妈做高粱饭 将高粱面加入凉水和适量盐 顺时针搅拌到没有结块 再把搅好的高粱面糊倒进烧开的水里 边倒边不停地搅拌 搅拌的时间越长越好 用来搭配高粱饭的 是一道鲜美的萝卜羊肉汤 胡萝卜切条后 同羊肉一起炒香 然后加水炖烂 一与老人消化吸收 高粱饭煮好 配上萝卜羊肉汤 这道流传久远的家常饭 就是一家人最温暖的回忆 在图鲁番盆地东侧 有一座名为善善的小城 这里是离沙漠最近的城市 赫赫有名的库姆塔格沙漠 距城中心只有两公里 善善人为了守卫家园 拼尽所有力气 把沙山硬生生挡在了家门外 童秀芳和丈夫雷生人 是善善县七河台镇南湖村人 与当地人多考种植业为生不同 他们一家很早就开始经营自己的烤囊生意 善善大命迹种植葡萄 葡萄藤变成了当地最易得到 也最经济适用的打囊燃料 雷生人家的囊坑 是十里八乡囊坑中体积最大的一个 将干燥的葡萄汤点燃 充分燃烧后 再用水小心地将明火扑灭 盖上盖子保持好温度 此刻囊坑里的温度已经达到一百四十摄氏度左右 用囊托把成型的囊坯送入囊坑 贴在已烧热的坑壁上 再将囊坑盖盐时 持续烤制四十分钟 雷家的烤囊十几年来 以风味独特 分量充足 备受乡里乡亲欢迎 碱性土壤 孕育出四百多种四用植物 加上富含矿物质的水源 给这里的肉牛带上了光环 所谓苏白牛 指的就是当年没下过崽子的母牛 秋季屠宰的苏白牛 是呼伦贝尔草原牧民公认的上等货 所以每逢宰牛 就都是一场欢乐的肉货 买上了 好朋友抢上了 等了一个早上 总算买到两条牛排和三斤散肉 苏日格拉终于松了口气 母亲塞尔娜有一手好厨艺 四年前苏日格拉的父母开了一家包子店 牛肉是每天必备的食材 拉得了 拉得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结束一天忙碌 苏日格拉全家终于有时间让自己也解解馋 难得抢到的苏白牛肋排 怎么能轻易放过 风格牛排看似简单 实则离不开对牛肉肌理纹路的熟人 分成八正大小的肉块 大锅 清水 朴实无华的炖煮 唯一的调料就是一把粗盐 草原牧民珍惜每一丝的天然滋味 二十分钟后香气蒸腾油花飘起 趁着肉香正浓丢进去几个完整的土豆 填满了大锅也填满了朴素的草原生物 因为常年咀嚼肉类 牧民的牙齿普遍很好 所以不喜欢软烂的口感 一盘筋道的牛肉 配上几个土豆 就是相当完美的一餐 也是淳朴生活中值得回味的瞬间 同样是苏白牛 在海烂却要加上一个前缀 南屯 南屯是呼伦贝尔南部村落的旧称 因为饲养方式的不同 南屯牛自成一派 被当地人称为草原溜达牛 天然牛巴旁边 看着肉仔是特别深 纹理特别清晰 因为不经育肥 全靠牛自己溜达着吃草 南屯牛肉颜色奇异 肥肉色如蜜辣 瘦肉深如红血 这是高脂肪密度 和高血红蛋白的典型特征 广州是一个极具包容力的城市 每周二晚上 郑亚珍和她的朋友们都会去给需要帮助的人派发食品和药品 为他们的健康提供保障 就是感冒药和那个症痛高 每一次做完工艺 他们总会前往汤荡去喝碗汤 因为我们广东人就是从小就会喝汤 就好像呼吸那么平常 你会感觉到在调理身体 这个汤是我的生命的一部分 生活的一部分 全广东最好的汤是哪一家 答案通常是我家 广东人一般喜欢自家煲汤 然而现代的年轻老广们 很可能因为生活忙碌而喝不上汤 就在郑亚珍开始独立生活工作之后 爸妈第一次来探望 就发现她脸色不对 赶紧给她买了个电饭包 叫她用简便的方式自己煲汤喝 广东的天气吧 又湿又热 你感觉到气压又很低 湿气会很重 闷热的时候也会很容易上火 那自己住在外面吃完饭 就回到家里就睡觉了 然后也没有什么自己调理身体的这个机会 在爸妈的叮铃中 郑亚珍一步步摸索 逐渐懂得了养生之道 热心工艺的郑亚珍 在调养好自己之后 她在自媒体中发表做汤心得 让读者能和她一样 简单煲汤身心健康 郑亚珍的爸妈十分支持女儿的公益热情 她们过来帮助郑亚珍拍照 不过主角是汤 拍了好给女儿的自媒体增光 图姐煲汤顺序 让读者容易明白 对女儿煲的汤有一件事 她们也会出手干预 一盅汤把全家都凝聚了起来 怕漂亮点哦 不不收货的哦 好啊 怕我漂亮点啊 不怕有肉啊 这周郑亚珍要发表 分享给读者的汤 特别针对年轻白领 会注意到一些漂亮的美女的白领啊 会想要一些花椒的汤 让他们去养盐 可以让我们都市的人的肺部 会有一个滋补啊 修复的一个功能哦 因为滋补 所以爸妈喝也很好 但做法上要有改变 这些食材配比 能补中益气滋阴养盐 需要事先泡发的花椒 富含胶原蛋白 补肺气声声声音 然而因为爸爸痛风 喝不了传统老火汤 郑亚珍要想办法降低票力 减少煲汤时间 还要入味 他把鸡腿先去皮去脂肪 切块切小 与姜片一起放进炖中 炖煮不超过三小时 这呼应了中医和中国食养文化 根据每个人的体质特性调整改变 在最后倒数二十分钟时 再放入倒地药材 闻火慢炖 要是过早放入 这些药食同源的材料 会失去药性 最后五分钟 迅速放入花椒炖煮 关火后不能马上开盖 要等锅里平静下来 食物元气全回到汤里 花椒炖鸡汤 汤色清亮而滋补 特别适合在冬藏和春生时饮用 正亚珍在自媒体分享煲汤的方法和心得 受到不少反馈 但是有些年轻的读者 因为各种条件 没有时间煲汤或出去喝汤 正亚珍就尝试接单 给写字楼里的他们做汤送汤 正亚珍在想 喝汤的文化 能不能像喝下午茶一样 变成广州白领们的日常 让煲汤成为人人都能有的食养观念 长饱安汤 应该可以 毕竟广州人早就有了 煲汤喝汤的习惯 从食物中获得充足的元气 抵御诗邪 取得身体与环境的平衡统一 他们将饮食调养的心得 进一步化为了人际间的互助与社会的工艺 促使更多人养出正气 故本培圆 康健无极 在中国的传统食谱中 还有另外一种来自山林的极品美味 取最新鲜的冬笋切寸段 下重油 加各种调味料 即成为江浙一带最常见的家常菜 在中国 有很多人依靠竹林生活 他们也是了解竹笋的高手 毛竹最好就是要干净 不要的那个伤母来生母来都种起来 就影响了这个毛竹的生长 你使你挖不到 老包是浙江人 他的毛竹林里 长出过碎仓最大的一个冬笋 冬笋藏在土层的下面 从竹林的表面上看什么也没有 老包只需要看一下竹梢的颜色 就能知道笋的准确位置 在这一片了无生机的土层之下 正有冬笋萌发 冬笋食令性极强 又难以保存 一颗冬笋去掉笋衣之后 可食用的部分所剩无几 中国厨师爱它 也是因为笋的质地单纯 极以吸收搭配食物的滋味 尤其是与肥腻的肉类脂肪 可以形成美妙的平衡 浙江的老包找笋 先找到四年生的竹子 顺着竹边挖 找到笋之后 轻刨轻取不伤根 笋取出来要盖好土 就地利用自然 可以保鲜两周以上 从中国东部的浙江 一路向西南一千五百公里 就走进柳州盛夏的竹林 阿亮是广西人 他的竹林里生长的是大头田笋 六月中神主要 到九月中神这个时间是柴神的季节 最细腻的最嫩的竹笋 通常而言 竹笋破土而出 见风则硬 如果不及时采挖 就会苦涩变老 阿亮家的笋属于夏天生的边笋 口感远不如冬笋鲜嫩 但这种笋正是用来制作 柳州酸笋的原料 这种是祖传的绝招来 逆造这个酸笋 我是大掌生 他那个绝招传扶 鱼传给我 在柳州当地 有一种叫螺丝粉的小吃中 酸笋是最重要的辅料 阿亮家的大头甜笋 砍下来已经快两个小时了 这时候笋达到呼吸作用的高峰 四个小时后 这两层大头甜笋都会软化腐烂 阿亮全家手下的速度都加快了 阿亮每天睡觉前 要查看自家的酸笋坛子 他透过光 看一下酸笋的橙色 儿子告诉他 明天有人要来买酸笋 但是这些笋 至少还有三天才能出缸 他打算推掉客人的订单 浙江的老包正准备制作一道家常笋汤 咸猪肉 笋 各放一半 在柴锅中煸炒 加高汤 咸肉的腌味 和笋的鲜味 相互交融 这道被称作烟笋仙的江浙菜 主角是春笋 但老包没那么讲究 即便是价格高出二十倍的冬笋 在他眼里 也不过是自家毛竹林中的一个小菜而已 再过一个节气 春笋即将取代冬笋 继续成就精彩的烟笋仙 圣武和茂蓉是兄弟俩 每年湖水下降的时候 他们都会来到湖北的家营 开始迎接一项艰苦的工作 对兄弟俩人来说 新的机遇和挑战就在眼前 圣武和茂蓉 要来采挖一种自然的美味 这种植物生长在湖水下面深深的淤泥中 要想挖到 并不是容易的事 这里还有植物 这整的边上的 茂蓉挖到的植物根茎就是莲藕 是一种湖泊中高产的蔬菜 我家里盖房子的钱 给孩子的支出钱 全是我挖偶生长 身体好啊 将这货还可以多过几年 这都是要身体 身体不准一般 甚至数字差点 这只吃力货 一窍头在那走 没得体力 靠不下来就不行 挖偶要有耐心和技巧 才能取出完整的一段藕 摸清楚整个藕的走势和长度 然后再不断地清除淤泥 藕断了就破了卖项 换进了淤泥就更卖不出价格 所以每一个挖偶人 都要小心地把偶完整地挖出来 藕是一种含淀粉丰富的蔬菜 湖北产藕 湖北人更会吃偶 制作偶夹 藕去皮切成薄的镰刀片 用筷子加肉馅塞入藕内 使肉馅能够均匀分布 藕加入面浆 挂上面糊 温油打至金黄 藕是一种饱含了人工劳动的自然食物 因此 出家在偶上的价值 要比其他蔬菜都高 继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在湖北几乎所有人家 在每月都要喂一两次排骨藕汤 选肉厚的猪胸骨切块放入砂锅 烧开后小火喂一小时 将新鲜的藕瓜皮洗净切块入汤 先蒙火滚开后小火喂半小时集成 因为这是我们的手 我们在那个市场上看到我啊 我们就有种心里有种感觉 这是我们的手 那肯定是 这有一种亲密感 整整一壶的莲藕 还要采摘五个月的时间 在嘉瑜县的真湖上 三百个职业挖偶人 每天从日出延续到日落 在中国遍布淡水湖的大省 这样的场面 年年上演